嗨,我是豆腐哥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恐怖的精神病患 人造人精神衝擊者 大家來比較熟悉的稱呼應該是 人造人電子機器人 人造人最少是由天才旅場所使用 在原作的效果為 對方場上的陷阱卡全部破壞 注意哦 這裡寫的是全部破壞 就連對方覆蓋在檯面上的卡都可以一併確認 如果是陷阱卡的場合 則將該卡破壞 除了封鎖陷阱之外 人造人還有一項隱藏的特殊能力 那就是不受時間魔術師的效果影響 天才旅場是這樣說的 人造人是使用特殊合金所製成 這種特殊金屬 無論經過幾千年的時間都不會嗅死 所以層次內的時間魔術師也就無法發揮作用 這不是卡片效果肉血 就是層次內被鋁場給唬爛 即便層次內不能使用陷阱卡 但還是靠著搶運 輪盤蜘蛛擊敗鋁場 根據戰鬥程式的特殊規則 比賽獲勝的一方可以從輸架的排除當中 奪走一張稀有卡 這也讓層次內順利得到了 人造人電子機器人 人造人電子機器人發行於2000年 第二期第三彈 此卡的效果為 此卡存在於廠商時 雙方都不能發動陷阱卡 且廠商的陷阱卡效果都無效化 比較一下此卡與原作的差異 原作的效果僅鎖定對方的陷阱卡 此卡則改為雙方 連人造人的持有者都會受到影響 如果想要像原作一樣 僅封鎖對方的陷阱卡 則需要另外添購裝備魔法卡 電腦征服器 它可以讓我方免於人造人的陷阱封鎖 此卡的人造人也不能像原作一樣 主動搜索陷阱、破壞陷阱 而是限制陷阱卡的發動 以及無效陷阱效果 至於特殊合金這項隱藏能力呢 當然就沒有被揍在石卡裡面了 順帶一提 原作的人造人設定是7顆星 而石卡人造人則調整為6顆星 足足少了一隻祭品 人造人在初期算是很強勢的卡片 只需要一隻祭品就有2400分的戰力 並帶有封鎖陷阱的能力 它在2009月發售 發行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就在同年的11月被列為限制卡 一直到2007年9月 才被改為準限制卡 最後在2008年3月 因為戰力不服被解除限制 其實人造人的英文名稱非常特殊 它並不是將人造人直接由日文翻為英文 因為psycho也可以解釋為精神病患的意思 而美版為了避免到這個 比較負面的用詞 於是將人造人的名稱翻為軍手 雖然日版叫人造人精神衝擊者 但相較於美版的軍手 日版的名稱就顯得過於攏長 所以在日本方面 其實也很愛用軍手這樣的簡稱 說到人造人的牙種 當然要來提一下第一代的人造人 人造人18號 人造人7號 張卡發行於第一期第五彈 效果是可以直接攻擊 不過由於攻擊數值偏低 顯少玩家做使用 在深蹲好幾年後 官方才開始將人造人給系列化 推出其他種類的人造人 人造人精神回歸者 這是發行於第五期的人造人 也有玩家會叫它小人造人 在當時如果搭配未來融合 一口氣將大小人造人都埋進墓地 就可以瞬間跳出三張人造人 平革一回殺 同期還有人造人精神領主 不過這張卡是有綁定召喚條件的 人力值也只多出200分 最後則是發行於第八期的 人造人精神遷入者 它可以檢索以及偵查後台 非常有助於戰術的展開 是目前人造人拍型最重要的一張卡片 雖然官方開始將人造人給系列化 但也就推出那麼幾張卡而已 整體的戰術還是過於單調 目前的人造人強度還是很受限的 我是豆哥 我們有緣再見